先通通马英九二度访问中国大陆的最新现场 那它所搭乘的这班中国南方航空的班机 现在是已经降落停稳在这个深圳保安机场的停机停了 那这班班机呢 它是比表定的时间提前了大约20分钟降落 它是在稍早2点06分时就已经降落了 只不过是直到现在呢 才打开这个窗门 让他们相关的学行人员已经陆续已经下击了 那目前是正在等待马前总统走出这班班机 那你可以看到是陆方呢 是安排了这个班机停在停机坪之外呢 也安排了他们相关的人员已经列队好 要来迎接马前总统的到访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 这是也堪称是陆方对于马前总统二度访问 中国大陆所给予的一个礼遇的规格 您现在看到的是马前总统跟他后方的马半机 经过的消息前都已经走出了这个窗门 正在布下这个阶机 那据了解呢 这次陆方所派出来迎接马前总统的阶机代表 分别是大陆国台办的副主任潘衔长 以及广东省台办主任钟辉二来阶机 您现在看到的是这个机场呢 有工作人员工服员负责呢 就是送上这个花束来迎接马前总统 而马前总统也一一的向这些陆方的接机的官员们握手致意哦 那据了解呢 待会马前总统在就是接机之后呢 就即将会驱车前往这个深圳的科技园区 来参访这个深圳方面的重点企业 好您现在可以看到就是陆方的官员 一次排开的在一一的向马前总统表示欢迎 那除了这个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衔长 广东省台办主任钟辉二之外 也包含的是国台办的发言人陈兵华也在现场 好您现在看到是马前总统已经逐步要迈上他的车队当中 那待会就前往深圳的传业园区 那第一站会参访这个无人机巨头大乡公司 接着是前往到这个网络科技巨头 就是腾讯公司来参访 也不难看出是深圳方面大陆方面是安排了 他们的重点的指标型的科技产业门面 来迎接马前总统之外 也是要秀给随行的台湾的青年学者看看 现在深圳的这些科技产业的发展的现况 另外今天晚上重头戏是马英九会跟大陆国台办的主任送他会面 并且也会在稍晚也跟在深圳的台评罗所会谈 我们再问您转问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